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届观音文化节佛教文化讲座今天是第八场了 我们的主讲嘉宾是杨勋先生 大家看到他的头衔是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珍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来我们想请他谈谈意境当中的企业应对之道 但是他特别想谈的是如何在意境中践行夫妻和谐相处之道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在意境当中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或者是还没有认识到夫妻在疫情当中受到的冲击 这个关系是需要值得关注的 所以他今天要提醒并且分享他的一些看法 而因为疫情严峻的关系在香港的疫情严峻的关系 所以他在内地跟我们做视频连线 我们先请杨勋先生做主题演讲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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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很感恩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题是在意境怎么践行夫妻和谐 这因为最近在这一年 从去年十月开始 所出现的新冠病毒的传染 令到整个世界 可以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脱离 甚至受到控制 这个就是呢 这是可以说有记录以来 在这个在我的印象里边 资料里边 可以说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疫情能够这么长 那个就是说呢 令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 这个可以说是 空前的 这个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在这里 这个举行这样的一个分享会 所以在这里感谢 主办单位给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 对这个问题上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看法 跟一些的那个经历 在这里呢 再次表示 这个充心的感谢 今天讲的 在如何在意境中 践行 夫妻和谐相处之道 这个主题 说我选了一个 西加茅尼 因为我们大家 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佛教徒 甚至有一些没有 这个没有皈依的 我相信也是对于这个 想在这里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佛教里边 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些问题的呢 所以今天我选了一个 这个 西加茅尼在讲的一个善生经 跟大家里边呢去分享 很多人对这个特别是现代的人 现代社会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佛教 觉得很神秘 很深奥 这其实呢 有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 经常在我们佛教徒里边都有讲的 因为现在佛讲的 在两千多年已经一元 现在这个年代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卧法时期 就是说 他西加茅尼讲的这些道理 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呢 会比较 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会比较低 比较少 所以叫卧 此末的末 末法时期 所以说呢 因为这样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不光是信众 就是这些的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传播者 都有一个误区 因为呢 大家呢 是 讲法 很多时候 应该要把一些道理 跟大家去讲 但是讲的 现在大部分人讲的 想要去传播了 为了吸引听众 讲的都是一些名牌的经 不光我们现在生活 特别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里边 要追求名牌 那个就是说 在讲经 也有这么一个分别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在讲 讲些什么 现在都是讲金刚经 这些经中之王 妙法莲花经 那个华严经 这些都是一些 那个地藏经 讲些很厉害 这是一个顶级 顶级的经 因为里边的道理 当然你要讲 这个里边的东西 就比较深奥了 这个要讲 这个很多人 如果你不了解 佛教的一些基本功 去听这些经 会觉得有点比较难理解 甚至有时候 因为经里边 它也有很多 在讲经的时候 有些也不可以用原语去表达 不可以去表达 所以很多时候会用一句话 不可思议 因为实际上 现在很多东西是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原语去表达的 那因为为什么很多次 这个我们去讲 也解释不清楚的 等于就是说 我们的科学 现在的一样的道理 现在如果在这个我们的工业社会 现在信息社会 你看我们现在的信息 这个就是在50年前 现在大家想到 大家都有这个 我记得在改革开放 我进国内来的时候 要打电话 那个当时电话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但在打电话的难度有多大 曾经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讲话了 整个一个办公室的人 那个就是说 那个大概 那个 一千平米 甚至三千平米的人都听见 在讲话 这个就是在喊 那不是在讲 在喊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现在变得不是一个 甚至是我们好像是 在换新款衣服一样 在每年都换 甚至一个人有几个手机 说这是一个什么年代 为什么会这样 那只是现在这种的信息 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的信息 只是现在科学 把它发现了这里边的东西 用一个方法把它连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我们这个就是说 在佛讲的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的信息 我们的信息是可以 等于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名字 我们听到这个声音 甚至听到这个信息 我们就会有反应 所以说这些呢 因为这些的东西 在五十年前 这是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几千年前 其实西加茅里 已经发现了这些的问题 这宇宙里边的 所这个一切的规律 他都发现了 这个就因为知道 我们现在的人 因为太愚昧了 不知道 所以他就在 他就发现了 这些问题 来讲给我们大家听 讲这个宇宙的现象 这个就是讲这个宇宙的现象 讲现在的规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甚至该用什么方法 第一个 这个就是 没有出现了 该怎么去防备 出现了 该怎么去处理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些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怎么能够会活得 相对要好一点 然后这一位人 我们很多人讲 死了 在我们讲死 其实在佛教讲 不讲死 叫往生 其实我们的人 人是不会死的 我们灵魂是不会死的 是应该是有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 只是一件衣服 我们今天在这一辈子 穿了这件衣服 说说我们以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以前 所以今天 因为我们穿的这个衣服 用我们现在人的比较 我们穿的这件衣服 但是呢 昨天我们人 只是衣服换了 我们人没有换 并不会改变的 说说呢 就算我们明天 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件衣服 用我们人的生活 等于就是说 我们这一辈子 穿了这件衣服 下一辈子 又穿另外一件衣服 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实一个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所以就一定要明白 知道这个规律该怎么去做 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 这样才是有用的 要不呢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就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时候 这就会把它一些的道理啊 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说说呢 就只跟着我们现在的知识 现在我们现在西方这套的科学的知识 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些地方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人呢 离不开它有两样的东西 有两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呢 需要的 一个就是我们要生存 离不开物质 我们人要生存 离不开物质 如果没有东西吃 我们活不了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很多人呢 因为为了要 都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去追求 这个物质 说呢 西方的国家 现在的科学家们 用现在的技术 现在的知识 现在的科学 帮我们这 特别是过去这几百年了 这工业 工业文明以来 甚至还发展到信息文明 把我们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人 有另外一种的需求 是什么 就是精神 精神上的需求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 生存是要靠物质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但是呢 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是一种感觉来的 一个人 我们活得好不好 高不高兴 就是一个感觉来的 这如果这个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被人骂 讲个简单理由 你被人家骂 你的感觉会不好受 但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呢 去理解呢 等于就是欠债还钱 因为你骂了人 自然又会被人回骂你 你觉得这是应该的 你就不会生气了 这等于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我们借人家的钱 就要还钱 人家来追债 向你讨债 你会不高兴 如果你觉得是欠人家的债 你来还债 你就不会不高兴 甚至是不能够不高兴 是吧 如果是这样呢 你的心态不就好一点了吗 因为我们对这些的 花这个时间太少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说呢 结果我们这方面的知识 就太匮乏了 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的讲 我们现代人呢 现代的社会的人 是一个物质的 物质的附庸 有钱人 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 我们物质上 我们是一个附庸 有钱人 但是呢 我们在精神上 我们是匮乏得很 就是一个贫穷的人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 因为我们觉得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我们没有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能够有 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 如果你能够明白了这些道理 其实 你的精神上 你的感觉 就不会不高兴了 我们在生活里边 不断产生的这些问题 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能明白了 这边的人看这个杯子 也没有把守的 有的 这边的人看这个杯子 也没有把守的 没有 他们讲的对还是不对 是对的 你们也会讲 他们讲没有也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跟你们讲的 开始的答案不一样呢 是因为大家的角度不一样的问题 其实 因为角度不全面嘛 所以同样的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杯子 因为我们要喝水 说要这个杯子 那为什么呢 这个有茶 是因为我们想 味道好 说有茶的出现 那为什么会用 有瓷器 去做这个杯子呢 想好看 因为想好看 所以用这个瓷器 去做这个杯子 那为什么会叫杯子呢 因为要分别 你看 它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分别 所以要给它个名字 那为什么会有杯子呢 说呢 我们这个就 因为我们有眼睛 我们闭上眼睛 可能你就看不见 这个杯子了 打开眼睛 就有杯子了 这个杯子 本身就存在在这里了 这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有眼睛 说看见它 说我们有耳朵 听到声音 说我们有鼻子 闻到东西 我们有舌头 尝到东西 我们有身体 感受到东西 我们有意识 想东西 说这就是我们 佛教经常讲的 这叫言而彼时生意 有言而彼时生意 有六根就产生了 有六层 就有色 有眼睛 有物体 叫色 声音 有耳朵 听到声音 这个有鼻子 闻到香味 有舌头 尝到味道 有身体 感受到 接触到东西 有意识 想到东西 所以就有言而彼时生意 就有色 声香味处罚 所以因为有这样 这是一个最 基本的道理 佛教在几千年以前 释迦牟尼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是人 就离不开 有这六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 有这六样东西 就会结束到 这个就产生这六个的果 所以因为这样就带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一定 我们是人 一定要相信因果 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因果的 不管你是佛教徒也好 不是佛教徒也好 因为这个因果是没有人可以回避的 刚才我讲 你的眼睛 看到东西 这就是因果 不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就看到东西 基督教徒 他就看不见东西 不是 只是 在佛教里面讲 给他一个名词 这叫因果 这叫因果 其实这就是 不管你是 是不是 这个佛教徒 只要你是人 就是动物 也一样的 只是 这个人 人跟动物的区别 人有 有这个思想 动物呢 他的脑筋呢 没这么灵活 所万物之灵 就是这样来的 植物呢 他也有生命 但是他没有灵魂 这个 他有感觉 但是没有这个灵魂 不会转化的 说说 这个人跟他们的区别 跟万物的区别 就在这里 说呢 因为我们作为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特别的 在这样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现在开始呢 我要跟大家 要讲这个 是最基本的原理 如果我们大家都 不明白这个原理呢 说实在的 这个我们因为 因为跟一个小孩子 他你跟他讲东西 他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怎么去跟他讲呢 他怎么能解决他的问题呢 那只能够就是说呢 这个冲着他 就当一个小孩 因为我们现在 是一个成年人 我们是一个成年人 但是我们 在这方面的知识 可能还是小孩呀 所以呢 只能够为了 在这一点呢 我们只能够跟大家 去讲这些的 基本的东西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善生经呢 善生经呢 其实一个很基本 西加茅尼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创办人 这个佛教 这起源人 其实他给我们 讲了49年 讲了通过他自己的实践 讲了很多的 这些的 不管是基本的 深奥的 都讲过了 只是因为我们 现在的人呢 因为要适应 一些市场 社会上的需要 为了呢 取得这些人多点来听 而不是真正的 为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上 我们人需要 而去讲 他们的这个方法 说呢 这个就是 我就感觉到 这样是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误区 说今天呢 那个 我就有幸 这个有这个机会 就为了在这样呢 去从这个最基本上 的一些 西加茅尼 讲的东西 那个就是 选了这本的经 里边的一段 跟大家去分享 看是不是可以 给大家一些的 那个 启示 能够给到大家 看是不是有些帮助 这个三圣经呢 那个就是呢 他这个其实是怎么样 在西加茅尼 因为当年 他的修行 是要除了给 为自己 更加要为众生 怎么样给众生呢 其实很多人 有一个误区 去讨犯 我们讲的一个讨犯 其实呢 这个就是说 在西加茅尼 他的作用的 用法是什么呢 因为他修行有得道 人呢 是有因果 怎么样才能够 积累 我们一个福报 就是我们的财富 怎么才能够积累呢 就要从布施而来 从布施供养而来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呢 你要有钱 你就一定要给钱别人 所以说呢 你如果你以前没有 等于简单一个道理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在银行里边 没有存到钱 我们老跑去银行 能不能存到钱的 拿到钱的 是拿不到的 等于就是说 我们平时不管多努力 如果我们银行账户没有钱 我们天天跑银行 也拿不到钱的 当然如果我们银行有存钱 有钱在那里 我们不用去都能拿到钱的 那就是这一辈子 就说以前 我在银行里边没存到钱 这一辈子 我是有没有钱 就看到以前你有没有存钱 但是呢 这一辈子 是因为以前做的 我没有办法了 所以希望下一辈子 是不是可以好点呢 说的好点 希望下一辈子 有多点钱呢 这一辈子 你就要多点 存钱的 存钱的方法是什么 就叫布施 布施供养 所以说呢 这释迦牟尼为了要 你帮助这些人 能够祭福 说在修行 他号召他的弟子 他的出家人 就要去讨饭 讨饭的意思 是让这些的人 有机会去布施 就是有机会存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 因为时间 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讲了 这个道理 他讲的东西很多 其实很简单的 问题我们相不相近 这一套的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他在有在一个在带着弟子在一个王色省里边呢去每天他上午都要去讨饭 这个经过了当着京变树林他还看见有一个有一个年轻人 每天在没有天亮以前都在那里了那个去叫磕头 向六方去磕头 向那个东南西北上下六方去磕头 所以说呢 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努力 他就有一个慈悲心 所以就走过去 那个就是问这个年轻人 他说年轻人呢 你为什么这个就是每天早上都在这里做这个动作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我叫善生 这个年轻人叫他叫善生 他说因为呢 我是一个婆罗门族 是婆罗门族就是在印度当年的这叫贵族 这叫贵族呢 就家里边呢 有点有点钱 是他父亲传给他了 他说他父亲告诉他 哎孩子啊 那个你有钱 这要感恩 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小孩子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从这里 要这个就是向六方磕头 但是呢 他说现在我也不知道 因为父亲告诉我 要感恩 要向六方磕头 说呢 我也照着做 因为我现在有今天 是我父亲给我的 所以我就相信他这一套的东西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那个就说呢 那个习家毛利讲 那个年轻人 你想不想 听听 我们 我对这些问题的 看法呢 说说呢 那个善生 他因为他年轻嘛 这个是一个习家毛利 是一个大 长者 大智慧者 肯定高兴了 这个就说呢 他说很好 感谢 这个就说呢 就是因为这样而来 那个习家毛就跟他讲 这六方 我们是怎么看 怎么理解呢 这六方 这个就是善生经里边 就讲这个六方 佛说云和为六方 佛说呢 这个人的主要的有六种 像应该像六方 这个人间的相处啊 因为我们人跟这个世界的相处里边 也是有这个六方 是吧 这个就是第一个 东方呢 是父母 因为我们人啊 没有父母 没有我们 所以说呢 父母呢 是在 因为有父母 才有我们 这个东方 是东方 南方呢 师长是南方 这个师长是南方 老师 因为我们的生活 要支持 这是要有老师 教育我们 我们才得到支持 这个老师是南方 另外我们要生活 那就离不开了 要成家 欺负 就是西方 就是要 结婚 那就是西方 这个就是 清党呢 为北方 这朋友 那个就是 朋友 跟有兄弟姐妹 这叫北方 那我们 像他们这样的 有钱的 那他一般 有下边的 用人 就有些呢 是这个就是说呢 跟你 帮助你的 这个就是这个用人 这同仆 是下方 另外呢 还有呢 沙门 婆罗门 住高行者 就是说 给这些出家人啊 这些领导啊 这些呢 这些呢 叫在当年的沙门 就是出家人 这叫比丘 婆罗门的就是些贵族 就是高行者 这叫上方 所以说呢 这就是六方 因为时间 问题不可以展开 这样了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 一个 一个怎么样呢 就是啊 欺负 就夫妻 因为我们夫妻 拿了夫妻去讲 所以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 做任何的东西 你都要有规矩啊 没有规矩 不曾放远啊 所以很多的问题 就因为 为什么会这么多的问题呢 就因为大家 很多时候 都觉得 我是中心 我要听我的 是吧 所以这样呢 你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其实一个家庭 啊 是要有规矩的 啊 没有规矩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了 当然当 先生的 要有一个先生的规矩 有个方法 有这个 那个制度 这个就是 当这个 太太的 啊 也要有制度 这样呢 大家有了这些制度 才有个标准 去怎么把它做好了 大家就容易相处了嘛 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呢 我发现就因为大家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反正每一个人 我就是领导 啊 我说了就要算 那个很多不公平 说呢 在这个制度上 这个标准 你有了这个标准 才知道你的这个规矩 对不对 你这样对不对 说说呢 说当年呢 释迦牟尼是这么讲的 如果做夫妻呢 是要有这样的规矩呢 我们这个家庭就会好了 他说第一 丈夫的怎么对妻子 首先要讲 丈夫怎么对妻子 要有五个 要做到五样的事情 啊 第一 相待有礼 对太太要有礼貌 要尊重太太 第二呢 要威严不缺 你是一家之主 要像个丈夫 啊 这个就是了 但是还是要拥有这个 你是一家之主 要听你的 这个就是了 第三呢 衣食垂食 就是说家里边的经济 你要负责 不能够家里边 你还没饭吃不行了 这是你做丈夫的责任了 是吧 第四是 庄言以实 啊 这个就是了 自己啊 这个就是了 要有这个 像个丈夫 不能够的就是了 哎 反倒回来 就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缺 你也不管 这不行的 所以说 庄言以实 这个还要 家里边呢 要富于 唯于家内 就是说把家里边的 这些的管理啊 要听太太的 那说的 用现代的语言就讲了 这什么 皮子要互相尊重 这个要皮子要互相尊重 第二呢 要庄言 要威严 庄重威严 当然就不能乱来 用现代的语言讲 不能乱来 这个就是 要给 供给 一时垂时吧 就要给家里边 的生活的所需 就是经济嘛 这叫负责嘛 是吧 庄言以实 是什么呢 这些 女孩子嘛 喜欢人家打扮 是吧 擦个口红 你总得要吧 是吧 这个就是说 带个 这个就是 人的这个衣服 穿得漂亮一点 首饰 最基本的 这要令到 他们要拥有啊 这里也要攻击啊 不能够就是说 别的人 这个 有这个就是说 一个戒指 你说他都没有 这个就是说呢 说说呢 这个你都不能够满足他 这样呢 这个就是 这是 丈夫的责任 这要做到的 第五呢 就家中的事物 要信任太太 让他去管 让他去管 要尊重他 是不是 这个基本上 把家里边的权力 家里边的一切的安排 要赋予他的责任 说如果这样 你这个 这就是这五样 就是你做丈夫的责任 说了 你们自己可以检讨一下 在做的 你们那个就是说 自己做这个五样东西 做的怎么样 如果一个家庭 你一个丈夫 能够做到这样 太太会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意见 这一点啊 说说这个就是说 首先我们自己要检讨 很多的问题 就因为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 这个就做的 老要求别人做 自己做不到 那所以这样呢 很多问题就来了 是吧 做太太呢 也有五样的东西 要怎么样去 对丈夫呢 是吧 他有讲的话 先起 早上起床 要先起来 先起 就早上 要先起床 是不是现在可以做到了 你们这个的 很多的做太太的 现在是不是能够做到的 早上先起来 吃饭的时候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 要等先生做了 做好了 自己才做 这个饭菜都端出来了 自己后座 何言 就是说跟 要和气 跟丈夫讲话 不要了 很凶的 是吧 这个凶巴巴的 那你说这样的 那个你说 你的丈夫会满意吗 第四呢 就敬顺 要顺从他 他有时候呢 心情不好 是不是可以了 明知他在发鼻气 你也不要去 跟他去吵架 第五呢 先进 成子 就在他有不开心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开导他 那用现在的语言呢 起床要比 帐户找 打扫家墓 但是现在 虽然有很多用人 但是 现在家里边 有一些的 有用人了 但是这也要 起的 要早一点 是说比 先生是不是早一点起床 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第二呢 要尊重丈夫 带起先做 那个就是 尊重什么事情 都要先听他的 或者他做了 自己才做 什么东西 让他先吃 这样就去尊重他 是吧 这样呢 如果 这些道理很简单的 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 有没有这个习惯 相不欣相信 这一套的东西 自己在座 凡是要先 想到丈夫 做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 好吃的东西 有没有想到先吃 他有没有吃到 甚至 是不是应该 要带回去 让他先吃 何元 就是以丈夫讲话 要温柔和顺 用现代的语言讲 就温柔和顺 不要整天凶巴巴的 跟丈夫讲话 那个给自己老公 这个就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不高兴了 你都听我的 这个就说 又不理解我 这样 又遇到丈夫 那天又有问题 工作又遇到 这么多的压力 那你肯定就吵架了 是吧 对丈夫 要恭敬 随顺 不要搞小动作 现在呢 为什么很多的离婚 现在的这个 为什么现在的 离婚率这么高 是吧 这个很多东西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大家的 不能够互相体谅 有时候呢 因为这样 就傻脾气 是不是要做给你看看 不要指示你 没有我 这个就是说 我是不是没人要了 是吧 这样的 问题就来了 是吧 献解丈夫的心意 有时候他的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工作的压力 我们一开始讲了 现在的工作压力 为了去追求 这个经济的效益 说呢 有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压力 现在这样呢 就是说呢 这个有时候呢 他遇到困难 是不是应该开解他 令到他 这个就是说呢 在这方面呢 不要太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这些问题 这个是都会有的 这个办法 总会比困难多的 要相信自己的自信心 要多点给他鼓励 鼓励 如果是这样呢 这个如果这个上面 你看 很简单的道理嘛 是吧 这五样的东西 讲完了 在座里面觉得 是不是很简单 是吧 但是呢 要做到呢 是吧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自己因为 就因为我们平时不注意 把这个精神都去搞 这个经济的工作 其实夫妻的关系 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这五样的东西 不要说做到一百分 我估计能够有百分之七十八十 你的夫妻一定不会离婚的 是吧 一定会和谐的 问题就是说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个就是问题 是我们是不是能做到 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平时 没有这样去理解 没有去把注意这项的这个方法 很多东西呢 就因为我们没注意这些方法 所以很简单的东西 都做不到 的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呢 希望大家的这个就是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 在讲这个夫妻之道 这个就是说 是讲大家应该怎么去相处 其实要相处 特别是这个疫情 平时大家都为了工作 不管怎么样 回来已经累了 吃完饭了 就睡觉了 相处的时间 可能短一点 好一点 容易一点 这个有时候呢 用这个工作去打发 其实夫妻要把他 真的要相处的好 是要有方法的 不是没有方法的 是因为我们大家以前 太不注重这些的方法 说到他 因为不注意这样的方法 说很多时候呢 方法不对 我们经常讲的 方法总比问题多 是吧 现在呢 我们就是困难 比方法多 那你肯定 那你肯定你就有问题了 你如果你能够把他 转过来 换位思考 多一点 是吧 既然 已经大家要相处了 是不是 没有什么 比这个团结 相亲相爱 更重要 互相体谅 你这样的 家庭生活 你的夫妻生活 那一定会和谐的 一定会好的 所以 你看 两千多年前 释迦牟里讲的东西 你看 他那个时候 已经给我们讲这些东西 说呢 后边呢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 那还有这个 就是有机会的时候 跟大家再去 展开去讲 这个 那个 别的 对于 当 父母的 当子女的 该怎么做 其实道理很简单了 我看见那个 就是我看完这本经啊 感受波生了 这时候就对照自己 所以就不断地检讨 自己该做一个 做父母 应该怎么去做 做子女 应该怎么去做 跟朋友 应该怎么去相处 这个 对市长 对你的下属 对你的一些的 那个修行人 对这些的高人 那应该怎么去尊重 这都是我们呢 这个有机会 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 那个也希望 这是能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那个 等一下呢 大家还可以 有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这个 这 虽然现场我们不能够 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还可以在网上 你们提这些问题呢 可以传到我们这个 这个网址来 这个就是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跟这个 这个主持人 做这个交流 你们也可以提问 在网上呢 给你们做个交流 好吧 今天就到这次 谢谢 杨总您好 你好 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 曾静一 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您了 您这段时间都在内地 是吧 是啊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说都在惠州的 这个就说 这个 这个因为在惠州 这个不能回香港 这个要隔离啊 回来要隔离 所以说 这个最近这段时间 都在惠州 所以这样的一个 算是避 是躲避还是逃避呢 这应该面对吧 不能说这个逃避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边 那个都要面对一些 很多的问题 说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呢 说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 去适应 这个人的心态 就会好一点 所以这也就是 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重要的 就是跟我们生活很密切的 先生或者是妻子 在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好好的和谐相处 但是在谈这个话题之前 我要先请教您的是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呢 这个本来要结婚这一个问题呢 这个应该要 这是一个传承吧 这个就说呢 在人的这个社会里边 这个要结婚是因为有这个需要 这个人的那个传宗接待 这个要有这个需要 所以为了这个传宗接待 这个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估计这个我的理解啊 是因为这个社会 它要和谐 要稳定 必须要有制度 要有这个制度呢 所以说如果这个制度 如果不好呢 可能就会乱套 这个曾经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也不是一夫一吃 一妻制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 就是说说呢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边 传承下来的 这个因为有一个家庭 大家生活的秩序 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就有一个规定 现在的法律规定 也就是一夫一妻制 这样呢 会令到这个社会比较 有这个制度 那个比较和谐 有秩序啊 就是人们现在的结婚制度 和对于结婚的 这个认定呢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相对的完整 然后呢 有这个需求之所在 尤其是你说从蛮荒时代 然后在进化 慢慢慢慢的一夫多妻 到现在一夫一妻是法律规定的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的是 在现代这个社会 对于婚姻 有很多不同的包容 或者是宽容 比如说很多人觉得 结婚已经不必要了 或者是想结的时候 结不了 又或者是结婚的时候 跟同性结婚 你怎么看 现代的结婚 和以前的结婚的差别 怎么看 现代对于结婚的定义 这个因为 这个主要还是 这个社会里面 一个定义吧 因为现在的法律制度 是一夫一妻制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规定 这个就是说呢 说这样呢 就比较容易 因为一个社会 包括干任何事情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如果你的制度 这个大家呢 这个就要去专手 这样会相对 这个社会才容易和谐 所以这一点呢 对于这个 特别以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理解啊 这个就是说呢 究竟为了我们 这个生活的秩序呢 这个一定要按照 这个社会的制度 这个规定 这样的这个社会 才会大家才会和谐 协调的 这个就是说呢 会比较好一点 对于因为这个 就是很多社会 甚至这个就是说呢 那个同性的结婚啦 这些东西 这个是不是这个社会的 这个 大家被不被接受 这一点呢 特别现在像我本身 现在是一个 那个是一个佛教徒 那个说真正的 在以我们现在要以佛陀的教导呢 这可能这个就是说呢 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 是不光不要结婚 甚至不要来做人 这个太痛苦了 来做人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那个 要学佛最终的目的 您这说的太好了 对于这个修行者来说 对佛教徒来说 对 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甚至 不称夫妻 就称同修 对吧 慢慢往修行的道路上前进了 因为这个甚至很多的大的修行人 他们根本上那个不 那个就是说 甚至为什么要出家 这个就是不要结婚 这个就是说 因为对这一个有感情的东西 人因为我们人就有感情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为了要回避这些问题 令到他更好去成 修成这个一个正果 所以说甚至这个连这个 结婚甚至不要在家 这样会更容易一点对修行 也就是如果能够放下情感 那这个的话就能够没有牵绊 那么对于修行来说 当然是最好的 就是不是绝情 而是能够放下 能够不要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牵绊 所以我们还是要谈到 一般的人 其实情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情感 结婚这个部分 来谈正常 一般人到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寻找对象的时候 就是要想迈向结婚的方向 那么我们在谈夫妻和谐道之前 一定要谈的就是 寻找对象的重要性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请教您 寻找对象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的寻找 才是在结婚之后 不会出现更大的纷争 或者是那种摩擦的呢 先谈谈对象的寻找 因为今天上 因为刚才呢 我都讲了 这个选择 这个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佛教徒 现在明白 这个我们成为夫妻 不是我们自己愿意选择的 如果你让我再问我 这个现在如果重新再来一次 会不会结婚 会不会呢 会不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说因为我为什么要修行 最终呢 不光是不要结婚 甚至不要来做人 这是我的目的 要追求的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就是说呢 对于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这个选择一个对象 大家成家 因为这个是因果 回避不了的 这个说暂时 我还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跟你分享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还必须要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你是要还债 是这意思吗 不一定还债的 可以是报恩了 这个就是说呢 所以说这两个人的相处 这个也有报恩的 也有这个还债的 在佛教里面讲 因为这样呢 但是既然你的因缘 是这样的话 那只有一个 怎么去明白它 怎么去把它处理好 这个不光是我们的夫妻在一起 甚至我们的平时的工作 一人相处 也一样的道理了 甚至跟自己的 父母也好 子女也好 这个在三圣经里面讲的挺好的 这些东西呢 只要我们明白了 那你怎么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既然您相信因果 也既然您觉得 这辈子结婚的对象的选择 一定是有他的因缘在那个地方 或者是他的因在那里的 那这个因呢 在您前几辈子的时候 绝对不会只有那个因而已 也就是说 在您这辈子 出现在您身边的那些因缘 有缘跟你这辈子 结成夫妻的 那绝对不是会一个人而已 那么在那些人当中 如何去做选择 除了您自己之外 别人也是这样的 因为在谈所谓的夫妻和谐之道的时候 婚前的选择 就一定是注定了 如何在婚前选择的时候 选择一个 因缘当中最好的一个选择呢 因为这个这一点呢 在我修行的过程之中 那个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只要你能够一个人不断的 去做一些比较 那个对别人有贡献的 有帮助的东西 自然来去观摇你的东西就少了 这个就是说 我现在是发现了 我现在的人 在我的人生里边 那个以前的问题 会很多 没有办法去预估 去想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越来呢 现在我周围的人呢 好像给我相处容易了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可能就是说 这有一个曾经我跟一个老法师交流过 那个跟一个宁波车交流过了 我就讲 是因为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信息 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信息 我们也有父法 有父法在帮助我们的 这个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的信息越来是越好 这个就是说 那不好的信息就会远离我们 这个就是说呢 这也等于就是说呢 你的债主 因为你的来 你的冤亲债主 就是这些不好的信息 如果你都能够不断的 那个偿还给他们 或者多做些法师去超度他们 令到他们都能够走到去快乐的地方 他们就不会来找你了 因为债主呢 有时候呢 你不一定是欠他的钱 那个就是他就一定要要你还钱了 举一个例子 比方就说 你欠你加成一百万 他会不会向你追债 你不还给他 同样如果你差一个人 他呢 他都 他自己的钱都不够花 你欠他一万块钱 如果你不还给他 他会不会来找你 这个就是说说呢 你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这样的这个道理呢 你如果能够 这个就是说 就看你这个缘了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工作做好了 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 来找你的这个冤亲债主就少了 这样你的麻烦就少了 杨总这个是 在现在这么长的一个人生阶段之后 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也就是冤亲债主少了 好的姻缘多了 围绕在身边的好人多了 跟你配成对的好姻缘的 夫妻也就是会相对比较好相处的 这个时候如果对于我们的这个 下一代来说 您现在是修行到这个阶段 虽然您是清楚的 可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孩子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有他们自己喜好的对象 作为父母 对于孩子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现在的孩子坚持的可是很多呢 我刚才讲了 这个就是说呢 连自己的选择都没有办法 孩子的选择 你就更加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如果你自己硬要去想的话 那不就给自己添麻烦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有时候现在 既然在我们人生里边 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要去改变它 因为这个因 这个果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呢 我们但是有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怎么去适应它 去把它处理好 这样呢 可能你的人就会快乐一点 就会那个生活的愉快一点 您不会给晚辈 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有一些参考的建议吗 道理可能 平时有机会的时候 会跟他们说一点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 说的太多呢 那个不是太好的 这个就是说呢 现在跟年轻人的相处 不应该给他们讲太多的道理 不应该给他们很多的方法 这样呢 只会造成他们对你的反感 因为现在的信息太多了 所以说呢 跟年轻人的相处 现在只要 他们愿意来问我的时候 我会给意见 如果他们不问我的时候 那个通常 我不会给意见的 如果说 你明明看到这个晚辈 选择的对象 最终会是分开的 说明白一点 就是最终结婚之后 会是离婚的 您也觉得 还是应该让他走一遭 不应该强迫他 在结婚之前 就断了这个缘 是不是应该让他去碰撞一下呢 其实以我们修行人讲 分开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是不是 分开不是因为 只是这是因果嘛 分开就分开嘛 是不是 他如果再要结婚 也没有问题的 这只是一个因缘的问题嘛 是不是 这个只是我们观念 你能不能接受他 既然这环境都是这样嘛 那我们为什么勉强去 一定要去改变他呢 杨总如果说到这样的话 其实您对婚姻 虽然您讲的很多是佛陀时代的教法 但是您对婚姻的这个看法 其实也符合现代的 还是尊重彼此 尊重个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继续往婚姻这个层次 来探讨的时候 比如说 您刚刚讲婚姻是为了传承 是为了社会的秩序 所以要结婚等等之类的 但婚姻对于个人的修行 究竟可以起到些什么样作用呢 很多人在婚姻当中是互相折磨的 你觉得这是一种修行吗 还是说 其实婚姻必定要走向一个和谐的道路 那才叫做婚姻 问题在你自己怎么看了 如果你觉得 那个夫妻在吵架是在折磨 那个就是我记得在密勒日巴传里边 那个就密勒日巴修行 在藏地是一个很大的修行者 我曾经看到的那个传里边 那个他们师父为了要磨练他 其实在折磨他 如果你觉得这是在折磨 那你是痛苦的 如果你觉得师父在训练你 再给你机会呢 那你应该要感恩了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边 所以提到有一点呢 我们很重要的有一个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这个就是不管顺于缘也好 力缘也好 都要感恩 如果你一个人能够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过你这一辈子呢 我相信你的成就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成果的 作为佛弟子 我们时常希望的就是能够有感恩的心 在夫妻相处的时候呢 不管是分或者是和 都能够是感谢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有缘相聚 然后在一起所谓的这个千年修得同整年 是吧 在婚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 您在演讲当中也谈到了夫妻的对应之道 先生应该怎么对待妻子 妻子应该怎么尊重先生 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一句话很流行叫做 女人能顶半边天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不仅是能力包括在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收入上来说 都能够跟男人平起平坐 甚至是赢过男人 那这个角度你怎么看 很多时候婚姻的摩擦就会出在这里 您怎么看 那个问题还是你自己的怎么去处理了 当然这个就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女人能顶半边天 女人的能力如果还要比男人 比男人还强的话 如果既然是成为夫妻的话 为什么你的男人一定要让女人 按以前这样去做 你自己还得要坚持呢 所以这样呢 只会逆远 会把一个问题 去增加了问题 其实有时候呢 现在我也知道 有些夫妻相处得很好的 那个就是说呢 这个现在不一定是男人阻碍 那个就是说呢 女人阻碍的 有时候可以换位置的 只要大家问题 这个就是你要明白这一点 大家的相处 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家庭能够和谐 能够生活的 大家都愉快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然这个这些的问题呢 就是说呢 我们自己现在很多的 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 如果你的能力比你的 那个丈夫还强 但是呢 如果在家里边 你还是能够做到 这个女人所谓主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说你的丈夫会对你怎么样呢 我估计这个一定会有结果的 这个就是说说呢 我们还得要明白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把这些问题处理好 这个不要因为我的能力强 我就要 你就要 要听我的 如果你一个人呢 能够把自己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 很重要的有一点 就要把放下自己 在外边 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女性 回到家 我还是一个祖父 如果能够把这个家做好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呢 我相信你的家庭 一定会和谐的 杨总是不是说 不管时代怎么样的转变 不变的就是 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 在心态上 在体力上 确实是还是不一样的 绝大部分来说 于是现在的女人 即便是很能干 在外面呢 可能就是公司的主管 或者是部门的大主管 但是回到家里 还是要记得自己是女人 不是低声下息的女人 而是一个能够适时的 应对进退 对老公尊重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是现在一个 相对比较完美的女人 对吧 我相信 我还看不到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个 她的家庭会不和谐 据我的了解 现在呢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 她的家庭一定幸福的 如果说家庭幸福的话 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说 像您这样的人来说的话 家庭幸福对于企业经营 会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一个人肯定了 这个就是 如果你一个人 这个如果你在工作里边 这个如果家庭后边 我们讲的 那个就是家庭如果不和谐 你一个人在外边的工作的人 是没有办法把工作 专注去做工作 你是不会做得好的 所以说呢 一个人你要生活的 在我们经常讲 在我们人生里边 除了要创自己的事业 还要把它守住这个事业 更加重要的是 人要怎么活着 就是人生 在我这一辈子呢 这一点呢 是很清晰的 年轻的时候 自己觉得家里边贫穷 那一定要有赚钱 要有事业 当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的事业 其实一个人一辈子 要花的钱不是太多的 那个如果只要你用的方法对路 不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的管理能够方法 能够用的好 要把它守住这些财产 也不是太难了 只要你不乱花钱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你这人生的几十年 怎么把这些活好 这才是比较难的 对我们现在人来讲 现在有很多人在经营上 在买卖上很成功 但是家里边的事情呢 处理的相对是有很多毛病 这样呢 这个对他们一定打折扣的 所以我们因为人的活着 买卖成不成功 因为我们现在是修行人呢 买卖成不成功 人生 家庭 这处理好了 这比做买卖更重要 平常的夫妻相处 对于企业来说呢 已经是个很重要的 成不成功 或者是能不能够 经营得好很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些上市公司的夫妻 争吵摩擦 最后导致上市公司的价值 在下跌 那么这已经是平常的情况了 如果在意境当中 现在的情况 可能对很多企业的影响 是更大的 因为环境的变化 有一些企业转型转不过来 影响可能就是更大 这时候可能回到家 面对彼此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所以您看到的是在意境当中的夫妻 究竟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吗 所以您在今天的选题当中 会特别谈这个问题 夫妻和谐相处之道 因为这只是借今天这个题目去讲 这个夫妻的关系 这个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我早注意到这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就是说 这个在刚才的这个 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也提到这一点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 只是跑得太远了 其实这个就是呢 因为现在的社会发展太快 迫使我们的人了 我们现在的人都把精力 都放在去研究 怎么去搞这个经济 去希望能够得到的 很多的物质 但是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这个精神上的需要 所以说没有去花时间去研究 夫妻该应该怎么相处 跟人应该怎么去相处 这个就是了 把这个搞这个经济 把物质放在第一位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来的 所以这个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探讨呢 是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探讨下 怎么去把我们 这个就是了 把我们去搞这个物质的 时间的精力 是不是要 调一部分的精力 回来研究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 令到我们的精神 就是我们的生活里边 是不是能够过得愉快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不光是夫妻 甚至你的生活 给别人的相处 你都会有帮助的 疫情当中很多人啊 就是确实没有办法往外跑了 得在家里待着 然后才发现家庭的重要性 家庭合不和谐 有没有人陪你吃一顿饭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各吃各的 还是能够说上几句话 这是代表家庭相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你刚刚特别的提醒就是说 不要一直往外去挣钱 如果家庭不和谐 夫妻不和谐相处 就像是一个钱袋子 漏了一个大洞一样 前面挣钱 后面钱就流走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 这个就是了 一个人你究竟赚这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吗 如果你的日子过得好 什么叫日子过得好 不是吃好 那个就有大的房子 就能够令到你高兴的 其实你跟那个夫妻 跟自己的家庭 跟你的朋友 大家都能够相处的好 这样给得到的快乐 我说远远给你物资 提供给你的可能会更多 问题是你怎么看了 你觉得这个是迁就 因为这是在我的看法 说我现在我对这些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迁就 这是方法 因为等于我们这个修行 既然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处理好这些问题 如果你因为需要去迁就 因为这是一个方法 等于就是说曾经在我的修行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个特别是密宗那些复法很凶啊 那些复法很凶 这个就是说令到人家很可怕 但是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动名王磕头的时候 那有一个师兄给我讲 他说杨先生啊你看看这个不动名王多慈悲啊 那个就说了我忽然醒悟了 你看这个不动名王这个有很多是说观世音 或者在毗露扎那佛的一个转世 他们本来是很威严的 那个就很和谐的 但是为了要降伏我们这些不好的心 就显这个愤怒相 你看 显这个愤怒相 一般人就不会不高兴 那不高兴呢 因为不高兴你就不管乱来 所以因为这样呢 所以就令到你的规矩就好了 这个就不会犯错误了 那究竟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为了要帮助你 所以呢 他就显一个愤怒相 一个给人家不好的一个感觉的面相 其实这是慈悲 所以我们呢 如果你把这个迁就 是看成是慈悲呢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难受了 夫妻相处当中 我们不要觉得委屈 而是要真的去理解 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会说这样的话 他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呃相处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我们不是不了解彼此的 那么那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不要觉得伤害 而是要觉得嗯 他有他的道理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尊重彼此的言行 是吧 是 这个就是了 因为夫妻之间 在家里边没有对跟错的 是吧 如果要和谐 你硬要去讲 这个就是有对错之分啊 那很多时候就会矛盾 就是这样来了 如果这个你能够理解 这个就是能够去理解他 他当时这个就是说 甚至讲了一句话 伤害了你 但是呢 你觉得这个不是 这是他关心我 那你可能你就会 还会不会生气呢 是吧 您这个建议很好 我觉得对 确实在夫妻之间呢 应该用几个字 常常在彼此有摩擦 快要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些字 想起来 对他不是对我生气 他是在关心我 对他是在 呃这个担心 我是不是会感冒啊 会不会着凉啊 不要起他啰嗦 等等之类的 要把这些好的那一面 永远的放在心中 针对另外一半 这样就会很好了 是吧 啊 是的 这个就是举个例子 这个特别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 这个现在这个年纪大了 有时候会有些小毛病 那个就是可能他提醒你 就不要吃这个少吃一点 那个少吃一点 要多做点运动 人嘛 这个就是不想人家老是挑自己的毛病 是吧 如果你觉得 这是他是在挑你毛病 你会生气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是关心你呢 那你还会生气嘛 是吧 说说这一点呢 这个是我们夫妻相处 这一点的很重要的 杨总您自己能做到这样的吗 对他对你的唠叨 你会觉得是他的关心 你做到了吗 尽可能我估计要控制自己的 接下来我们有换号网友 他们也比较实际的来谈一些问题 比如说 有些人经济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容易往亲密的人身上去转嫁 比如说丈夫啊 妻子啊 一发心情不好 在外面受老板的气了 受公司员工的气 回来就对老公 对妻子发脾气了 这样就会对亲密关系造成破坏 但是这不是大家的本意 所以请问 如何做到不把垃圾带回家呢 所以说呢 这个首先自己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因为不要把工作跟家庭不要混在一起了 如果你把你的工作都老带回家 你的家庭一定不会和谐的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这个就是自己要提醒自己 再回家 离门口五分钟到十分钟以前 就要告诉自己 我现在要脱离我的工作 我现在要回家了 这个家里边的 这个的太太是董事长 孩子是董事长 如果是他们是董事长的话 你回到家还敢对他们生气吗 我在这里有一个想法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每一天都要戴口罩 在回家之前呢 附近有垃圾桶 当我们把口罩丢带附近的垃圾桶的时候 也把今天在公司 在外面不愉快的心情和事情 一块丢进垃圾桶 带着愉快的心情 开家门 进来跟家人一块吃晚餐 这是很好的方法吧 方法有很多 你觉得有效继续落实吧 OK好 还有就是一个朋友在问呢 长延道距离产生美感 但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夫妻都宅在家中 时间呢 明显很多了 相处的时间很多 新鲜感和美感消失殆尽 如何为夫妻保持新鲜感呢 因为新鲜感呢 总会 这个有时候会 看你怎么看了 这个就是说呢 你对这个新鲜感是不是这么重要 这个就是说 因为人嘛 这个毕竟有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这一点呢 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可能比你去动脑筋 去想新鲜感呢 会不会来得更容易一点 更好一点 好 谢谢杨总 您个人觉得 夫妻之间相处 最忌讳的是什么 夫妻相处 最忌讳的就是不理解 如果你能够理解万岁呢 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你家庭一定会幸福的 确确 人就是因为不理解 所以这个社会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要理解 那真就是神仙眷属了 所以就这问题 我再请教你 真的不理解 这些夫妻发生了摩擦 真的很痛苦 那么最后就走上离婚的道路 那么离婚之后呢 可能还放不下来 觉得前情还想再续下去 那么对于这种纠缠 如何去看 怎么去化解呢 因为这个 这一个问题啊 往往呢 也有人给我提过这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说呢 解决问题 是很难的 要解决问题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佛教教我们了 不要让它产生 因为这是因果 是没办法逆转的 如果你这个要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就是 那个最好有一点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法门 有一个法门啊 这个就是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当他们有人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通常不会正常回 正面的回答问题 我就叫他试试这个方法 那个学 那个送心经 送心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说呢 人呢 那个就是夫妻的相处也好 甚至人呢 有时候跟自己相处也好 心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如果你每天能够坚持三遍 或者七遍 用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 去送这个心经呢 我相信 长时间呢 一定会有效的 这样呢 这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在我的 平时的生活里边 很多那些年轻人 他告诉我 他们睡觉不好 那个就是说 那我也是这个方嘛 他们大概呢 不到七遍就睡着了 那个夫妻吵架 他们呢 这个就是说 个人也就 每天在送这个心经 他一两个月后 他就跟我讲 杨先生啊 我们最近好像夫妻 协调了很多哦 这一点呢 这一个对于要改变 这个就是说 因为这些发生呢 是很难的 但是呢 怎么要去能够把它降温 把它协调呢 心经是一个很好的法门 就是彼此摩擦 最好不要产生 一旦产生的时候 就不要扩大 当中最好的方法 就是送心经 所以呢 到时候 一旦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夫妻互相做的事情 就是来 我们一起背心经 是这样做吧 对 我相信 如果他能够 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一定会 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 要有这种信心了 有人说这个 疫情之下 夫妻相处的时间很多 如何利用这个机会 增进夫妻情感 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是买更多的好东西 给他吗 做更好吃的 给他吃吗 究竟是什么呢 你要问我 这个就是 其中如果能够 给他最好的礼物 互相一起送信经 我相信这个方法 一定是最美好的 如果说 我觉得在 我们的这个 佛弟子当中 有共同的语言 这些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在夫妻 结合的过程 有一方 不是佛教徒 有一方又是 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当中其实就不太容易 把这个距离拉进来 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心经不一定是佛教徒啊 不一定佛教徒 送心经都可以的 这个很多人呢 这个我对这方面呢 是有另外一种的看法 很多人 那个 送这些经 不一定的佛教徒 才送经 才会有效果的 心经呢 不是佛教徒 也有效果的 这个就是呢 甚至有些 这个就是呢 在内地的一些 我的一些朋友啊 他们是一些的干部 一些领导 他们知道我是佛教徒 跟我交流的时候 他说他们的 那个 因为面对事情 现在特别是 现在的社会发展这么快 要应付 那个很多的问题 这个很烦恼 晚上老睡不着觉 那个就是呢 然后呢 我就介绍他们这个 我说 你不要作为 这个心经 是一个佛教的心经 是一个经 你就作为一篇文章 再反复 再念这篇文章 结果 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就给我讲 感谢杨先生 说说呢 不一定是佛教徒 说我们有时候呢 这个 有时候把这篇的文章 给这些不是佛教徒 那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 试一试 就等于我们唱歌一样嘛 能够抒发我们的情感 送心经 也在抒发我们的 那个里边的郁闷了 心经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从这个力量当中 每个人 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佛弟子 当然有佛弟子的效果 不是佛弟子的人 也有他可以在当中 获得力量的一种来源 所以呢 就像杨先生讲的 这个送心经 他您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我们刚刚也探讨过了 在夫妻关系当中 如果和谐的话 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 是可以帮助企业 更加的安稳 然后呢 可以让企业做得更好 同时呢 你也提醒 不要太重物质了 要记得就是 更多的心思放到家里面 但是我说 从个人的修行上来说 人一辈子 婚姻是我们这辈子 最重要的关系 所以如何在这个 婚姻关系当中 提升个人的意识能及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借夫妻关系来修炼自己 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这就是把这一个夫妻的关系做好了 你如果连这个夫妻的关系都做不好 那你怎么去修行呢 说这一点呢 这个点呢 这个就是说要 可以应该自己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说呢 你等于就是说夫妻相处 你就是怎么样去能够在这个精神上 能够令到自己能够愉快一点 这等于就是说刚才我们不提了吗 这个就是说呢 新鲜感 可能你把这个作为 引起自己跟夫妻的关系里边 这也是一个新的点子啊 是一个新的突破 如果你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我相信你的修行的修位呢 会一定能够提高的 能不能这么说 夫妻关系是我们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是要借由夫妻关系来修炼自己 而是本身就要把夫妻关系做好 和谐好夫妻关系 那么所谓的修不修炼 那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是吧 是的 因为你这个连这一个问题都做不好 所以为什么经常有讲的 一些老法师都会讲 这个有很多的修行人 自己在这个闭关 在这个寺庙里边 在森林里面修行 自己挺厉害的 但是一到市区里边 到城市里边 跟这些这个信众一接触 就完蛋了 这样的一个修行 这个是不是这个结果 因为你这个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修行 是不是能够有成果呢 这是一个问号来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修行 能够多点跟下去接触 你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 我相信你能够跟夫妻的问题处理好了 这样你很多对外的问题 你也会处理好的 在这一人的道路里边 这个修行也就一定会进步的 非常谢谢杨勋先生 今天苦口活心的告诉我们 如何在意境中 践行夫妻和谐相处之道 这个问题确实很不容易 但是要做起来 其实会让人很愉快 而且会立竿见语 因为夫妻就在我们身边 所谓的夫或妻就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家庭能够处理的好的时候 其实它是更大的一个成就 谢谢杨勋先生 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